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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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阿贝 由於疫情的關係 我已經接近兩年沒有去過日本了 但其實一直都有些東西 我想從日本買回來 而最近我終於忍不住了 這一箱就是我找日本代購集運網站 從日本買下來的貨品 裡面是包含六間商店 合共九個產品 所以今天就拍片 和大家一起開箱分享喜悅 如果大家有興趣在日本買東西 集運來香港 我在下面的Info Box 都會附上從日本的優惠券 有興趣就可以拿來用 至於我如何透過FMJP 這個代購網站購買呢 開箱完之後 就會逐個步驟詳細地教大家 所以記得看到沒有 而給大家一個心理準備 這一箱的產品 都挺雜不得的 但我是沒有亂買的 裡面都是我心思熟慮 覺得是我需求的東西 應該 現在就和大家開箱了 打開後 發覺它的包裝都包得非常安全穩 現在第一個開箱產品 首先拿最大件的東西出來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最大件 但其實它是比我想像中小的 算是家居產品的東西 大家知不知道 我在日本有一個很喜歡的卡通人物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它 這個水團軍 這個知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是一張桌子 其實很小的 就是這樣 就是想像腳一樣 它是日本製的 就是這樣 就有一個小茶几的作用 其實也不錯 我坐在這裏 就可以放些東西在這裏 這個是我第一個想開箱的原因 之後我的東西都可以放在這裏 給大家看 其實也挺正義 但真的比我想像中小 但它這些 位置全部都很實正 很有質感 很穩陣的感覺 這些水團軍產品 在香港是很難買得到 基本上我沒有見過香港可以買到的產品 所以一定要透過日本代購 好了 繼續開箱 在童話店 我亦買了另一件水團軍的產品 這個 這個 這個知不知道是什麼 猜到沒有 看到嗎 這個 就是插電話的桌子 這樣 好像錯了 這樣夾實 電話桌子 真的要把電話放在這裏 很漂亮 好可愛 上面插了兩個水團軍出來 本身有很多水團軍 這個好可愛 這兩塊都是Made in Japan 然後出場的產品 真的我需求了很久 因為每次去不到日本 而得不到的東西 就是 銀包 這個 這個就是我選的銀包 因為 你看到很小 因為我現在很需求很小的銀包 我已經驗券了很大的銀包 我都很大的銀包 因為我現在很少帶現金 和省紙出街 通常都用八百通付錢 或者上級付錢 我都不想 不再用錢 已經變成這樣 所以我的銀包需求越來越小 而且大的銀包真的很阻定 很浪費我背包的位置 所以我很需求一個小的銀包 好香 這個是一個日本製的真皮銀包 就是這樣 原來這裡是可以裝散紙 前面就是擺卡 這個是我本身用開的銀包 其實這個是同一個牌子出的 同一個皮革店 在樂田找的 這個我用了很多年 我是很喜歡的 但是呢 那時候買的 其實我也特地選了這個 不是很大的款 但現在這一刻 我也是嫌棄比較大的 現在還有一股真皮的味道 有一個歲月的痕跡 大家都看到 因為我很喜歡皮革 和這些顏色 因為這個太大 所以之前我就先用這個 這個也是日本賣的散紙包 其實我不是不帶錢 但我只會帶紙幣 其實我的東西很窄 但我盡量帶很少卡 身份性 現今有個餘手 然後又是有些QP 即是有一張信用卡 然後又是有些單 又有一張健身卡的證 這些東西 可以塞進去 這個錢包就正式退役了 多謝你一直陪伴著我 真的很喜歡你 但現在我就更加喜歡它 這次日本集運開心購物 當然不只有我 K先生也會有份 K先生跟我一樣 其實也是對錢包的金碗 一直都有一個需求 所以他也買了一個錢包 他的錢包 比我用得更加之久 因為我錢包都用了四五年 他本身的錢包 應該都用了十年以上 這個就是他用了十年的舊錢包 非常殘舊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他的新錢包 然後這間店 另外還送了一些抹皮的布 給他 大家看到這個牌子 很小 他是Porter 就是 Made in Japan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簡約的錢包 就是這樣 也是一個很簡單的黑色錢包 裡面就很簡單 全部都是卡片格數 因為K先生 他不習慣把手指放在錢包上 所以他本身的錢包也是這樣 兩邊卡片格 然後這裡有兩個紙幣位置 這樣就可以更加輕便更加薄 有皮味的 好像牛皮 這個就是Porter的logo 眼裡的大家應該看到 這裡是有一個鞋盒 沒錯 這個就是一雙鞋 就是Converse 這雙鞋 其實我在上幾次去日本 我都很想帶它回來 但因為未到雨季 我一直打算等到夏天才買回來 誰知道已經沒有這個機會了 但我一直都記掛著它 因為我覺得我是需要它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很輕的鞋 是什麼 這麼特別呢 為什麼我會這麼想買它回來呢 登登 它就是 香港買不到的 防水Coverse鞋 很漂亮 而且很輕身 它寫著超輕量的 就是這樣 它真的很輕身 這個是完全防水 因為這些位置 都是一個防水的質料 所以你可以下雨的時候穿它 最近下雨 我終於有一雙防水鞋 可以出街了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平時日本片 穿什麼鞋 都知道我很喜歡穿Converse 我在日本 基本上買過很多對Converse回來 然後我還買了一些食材 就是這個 大豆渣粉 它是一盤有三包裝 它就當作一個項目 這個大豆渣粉是什麼呢 它是製作豆腐或豆漿 過濾之後剩下的渣質 所以它是擁有很高的膳食纖維 可以取代麵粉製作新銅烘焙 我會經常用它來做新銅烘焙 大家可以看這條片 我會用20g的大豆渣粉 來取代這個40g的杏仁粉 都可以做到很好吃的新銅麵包 而且還有更加厲害的食杏維 這個大豆渣粉 其實在新銅界都非常出名 很多新銅的店舖都可以賣 但是當然在日本直接運下來便便宜一點 所以這次我就順便集運一次過 買了三包 自從我認識日本之後 因為基本上我有八成的衣服鞋襪 都是來自日本 所以這次我怎會沒有買衣服呢 但是我已經收斂了很多 這次我只是在一間店裡賣了三樣東西 這間店就是近期很流行的 日本便宜的女裝店 其實我就是買了兩件衣服 和一雙鞋 這兩件衣服都是正式的上衣 因為人越大越明白到 我自己最喜歡都是一些簡單的款式 加起來都是不用四千元 很划算 每件衣服大概一千元一件 一個藕粉色的條狀 有彈性的上衣 質素還不錯 有一點硬 感覺也不錯 這個是100%棉的上衣 待會試給大家看 這件是軟熟一點 都是差不多類型的 但它有一點不同 這件好像附身一點 但也有一些屈服的邊緣 很簡約 但也有一點細節 我很喜歡這些款式 這件比這件軟身一點 因為這不是100%棉 可以買一雙鞋給大家 這雙鞋也是很便宜的 我發現這雙鞋在官網上已經買完了 所以幸好我買了 這是一雙拖鞋型的輕便鞋 就是這樣了 我覺得蠻好 好像很漂亮 可以很輕便 這樣凹凹就可以出去的一雙鞋 剛剛好 23cm 蠻舒服 它差不會太高 有些軟軟的感覺 你覺得漂亮嗎 什麼 你覺得很噁心嗎 為什麼 現在全部的東西都開箱給大家看了 當中我最喜歡這個錢包 因為它真的很有趣 而且很香 好棒 這一刻我就要找數 教大家一步一步 在Farm Japan網站 代購和集運來香港 Farm Japan就是一個可以幫手 代購、代必、日本產品 和集運寄回香港的一個網站 包括日本的主流網站 樂天、Amazon、Yahoo、Lakuma等等 大家看到它的網站 有很多種語言的選擇 包括繁體中文介面 所以用起來是非常方便 大家可以看我用一次 我大部分要買的產品 都是來自樂天 只需要直接Copy商品的網址 再在Farm Japan的網站貼上 就會立即顯示到我想買的產品 是不是非常簡單呢 之後就可以放入購物車 你全程都不需要在任何日本網站註冊 所有步驟都是交給Farm Japan幫你搞定 如果你不是想買這堆網站的商品 大家也可以按其他網站這個按鈕 然後就把你要買的日本網上商店網址放進去 我就放GRL的網址進去 之後就可以填產品的資訊 包括尺寸、顏色、型號 最後再添加商品的圖片 就可以申請手動報價服務 而他們的回覆很快手 一個小時內已經報價好 然後就會出現在購物車 之後就可以按立即購買 可以用PayPal或上用卡付錢也可以 其他商品都一樣按立即購買付錢 而Farm Japan會有分開兩次的付錢程序 第一次付錢就是給產品本身價值的金額 到商品運送到Farm Japan的修法中心之後 就需要支付貨品本身的日本國內運費 但由於我選擇的商品 全部都是免了國內運費 所以就免了這個費用 之後就再有一個購物保障方案費用 就是每件產品收取300日圓 可以當是一個代購的手續費 都不算很貴 最後當然要付一個國際運費 國際運費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看到有Fedex DHL 或者日本油證都可以 但我今次就選擇了這間 叫ECMS而客滿的速遞 因為看到它是最便宜 即是不算船運的話 4.33kg的貨品 加起來的國際運費 就是3705日圓 我用了多久的時間 我就是在8月2號 將這9件產品落單 然後就在8月6號 就收到Fedex Japan的E-mail 告訴我 所有產品已經到達他們的修法中心 然後就在同一天 8月6號 是星期五 連國際運費 給了錢Fedex Japan 就叫他們安排這個送貨來香港 隔了個週末 在8月9號星期一 我就收到他們的 已出貨通知的E-mail 然後再隔了3天 我就收到由日本寄來的貨品 我覺得整個流程的效率都非常之快 所以我都很推介大家使用Fedex Japan這個網站 另外我喜歡他們 不需要我在任何的日本購物網站那裡註冊 我只需要給他們一個網址 他們就會所有步驟幫我搞定 我覺得是非常之方便 如果大家都想像我這樣 在日本買東西來香港的話 就可以去我info box 找Fedex Japan的優惠券 下面下面 歡迎大家使用 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